台南全大校园惊传火警意外 是自强校区电机吸管12楼 今天上午是7点20分 突然窜出火苗 警消火爆之后到场花了半小时 把火势扑灭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那么经过追查 起火点是实验室的库房 里头堆放了大批的化学有机溶剂 很担心这气体有毒 因此封闭管制 让数百名师生 今天上午课程受到影响 太难了 台南全大校园 上午7点20分 金船火警 浓烟不断从破裂窗户窜出 警消人员到场灭火 走廊上烟城小河 消防人员不断洒水降温 现场弥漫浓浓化学气体臭味 起火点是电机吸管12楼 实验室小库房 这里堆积大量饼铜 盐酸等腐蚀性化学溶剂 非常危险 之前我是因为在排阴中在排阴 机台上面一直没有放碗 我一直冒烟 所以其实还在冒烟 机台上面那个你放水 它原来的话可是不会很大 就是那个点 消防人员担心化学溶剂染烧后 气体有毒 向学校反映并进行排烟封锁现场 由于当时不是上课时间 没有师生受伤 但电机吸管管制中 上百名师生受影响无法上课 估计要到下午才能开放 火钓科也将等内部烟雾消散后 调查厘清起火原因 记者姚文华台南报导 Hitler 游舰 啊 �ue 那 我 老